以色拉记第一章 波斯王赛鲁士元年 耶和华为要应验 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赛鲁士的心 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波斯王赛鲁士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 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主护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余 在你们中间 凡做他子民的 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殿 只有他是神 愿神与这人同在 凡剩下的人 无论寄居何处 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 牲畜帮助他 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 甘心献上礼物 于是犹大和变亚敏的组长 祭司立位人 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 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 去建造耶和华的殿 他们视为的人就拿银器 金子财物 牲畜 珍宝 帮助他们 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 赛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 这器皿是宁布甲尼撒 从耶路撒冷略来 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 波斯王赛鲁士派酷官 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 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 摄巴萨 器皿的树木记在下面 金盘三十个 银盘一千个 刀二十九把 金盘三十个 银盘之次的四百一十个 别样的器皿一千件 金盈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 被掳的人 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摄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 以斯拉记第二章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神的人 现在他们的子孙 从贝鲁道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 各归本城 他们是同着索罗巴伯 耶稣亚 尼西米 西莱亚 利莱亚 莫迪改 米斯巴 比格瓦一 利弘 巴拿回来的 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 巴路的子孙 巴路的子孙二千一百七十二名 比拜的子孙六百二十三名 亚甲的子孙一千二百二十二名 亚多尼山的子孙六百六十六名 比格瓦一的子孙二千零五十六名 亚丁的子孙四百五十四名 亚特的后裔就是西西加的子孙九十八名 比塞的子孙三百二十三名 约拉的子孙一百一十二名 哈顺的子孙二百二十三名 吉巴尔人九十五名 伯利恒人一百二十三名 尼陀法人五十六名 亚拉图人一百二十八名 亚斯玛福人四十二名 伊列耶林人 基菲拉人 比路人 共七百四十三名 纳玛人加巴人共六百二十一名 莫玛人一百二十二名 伯特利人 埃人共二百二十三名 尼泊人五十二名 莫碧人一百五十六名 别的以兰子孙一千二百五十四名 哈林的子孙三百二十名 罗德人 哈地人 阿罗人 共七百二十五名 耶利哥人 三百四十五名 西拿人 三千六百三十名 祭司 耶稣亚加耶大雅的子孙 九百七十三名 因麦的子孙 一千零五十二名 巴斯霍尔的子孙 一千二百四十七名 哈林的子孙 一千零一十七名 利未人 何达威亚的后裔 就是耶稣亚和贾灭的子孙七十四名 歌唱的亚撒的子孙一百二十八名 守门的沙隆的子孙 亚特的子孙 达门的子孙 雅谷的子孙 哈迪大的子孙 朔拜的子孙 共一百三十九名 尼提灵 西哈的子孙 哈苏巴的子孙 达巴厄的子孙 基律的子孙 西亚的子孙 巴顿的子孙 利巴拿的子孙 哈加巴的子孙 雅谷的子孙 哈甲的子孙 萨买的子孙 哈兰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加哈的子孙 利亚亚的子孙 利逊的子孙 尼哥大的子孙 加善的子孙 乌沙的子孙 巴西亚的子孙 比赛的子孙 亚拿的子孙 米乌里的子孙 尼普辛的子孙 巴布的子孙 哈古巴的子孙 哈呼的子孙 巴喜律的子孙 米希腊的子孙 哈沙的子孙 巴科的子孙 西希腊的子孙 达玛的子孙 尼西亚的子孙 哈提法的子孙 所罗门仆人的后裔 就是索太的子孙 索菲 比赛的子孙 比路大的子孙 亚拉的子孙 阿昆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士法提亚的子孙 哈提的子孙 波黑列 哈斯巴因的子孙 雅米的子孙 尼提林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 共三百九十二名 从特米拉 特哈萨 基睿 亚旦 阴脉 上来的 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 普系 是以色列人 不是 他们是 地来亚的子孙 多比亚的子孙 尼哥大的子孙 共六百五十二名 祭司中 哈巴亚的子孙 哈格斯的子孙 巴西来的子孙 因为他们的先祖 娶了激烈人 巴西来的女儿为妻 所以起名叫巴西来 这三家的人 在祖谱之中 寻查自己的谱系 却寻不着 因此算为不洁 不准供祭司的职任 神长对他们说 不可吃至胜的物 直到有用乌龄 土名 决仪的祭司兴起来 惠众共有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名 此外 还有他们的扑币 七间三百三十七名 又有歌唱的男女二百名 他们有马七百三十六匹 骡子二百四十五匹 骆驼四百三十五只 驴六千七百二十匹 有些组长到了耶路撒冷 耶和华殿的地方 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要重新建造 他们亮丽 捐入工程库的金值六万 一千达利克 银子五千弥拿 并祭司的礼服一百件 于是祭司立位人 民中的一些人 歌唱的首门的尼提林 并以色列众人 各住在自己的城里 以色拉记第三章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各城 那时 他们如同一人 聚集在耶路撒冷 约撒打的儿子 耶稣亚和他的弟兄 众祭司 并撒拉帖的儿子 索罗巴伯 与他的弟兄 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 要照神人 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在坛上献凡祭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竹坛 因惧怕邻国的民 又在旗上向耶和华 早晚献凡祭 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 守住彭节 按述照例献 每日所当献的凡祭 其后献长献的凡祭 并在月术 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 又向耶和华献 个人的甘心祭 从七月初一日起 他们就向耶和华献凡祭 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 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 木匠 把粮食 油 酒 给西顿人 泰尔人 使他们将香薄树 从黎巴嫩运到海里 湖海运到约帕 是照波斯王 赛鲁士所允准的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 神殿的地方 第二年二月 撒拉帖的儿子 索罗巴伯 约撒达的儿子 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 就是祭司 利卫人 并一切被鲁归回耶路撒冷的人 都兴功建造 又派利卫人 从二十岁以外的 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 于是 犹大的后裔 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 贾灭和他的子孙 利卫人 西拿达的子孙与弟兄 都一同起来 都里纳在神殿做工的人 将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 祭司 揭穿礼服吹号 亚撒的子孙 利卫人敲拔 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立 都站着赞美耶和华 他们彼此唱和 赞美称谢耶和华说 他本为善 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 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众民大声呼喊 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 然而 有许多祭司 立位人 主长 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 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 便大声哭嚎 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甚至 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 和哭嚎的声音 因为 众人大声呼喊 声音听到远处 真言 第27章 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 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要别人夸奖你 不可用口自夸 等外人称赞你 不可用嘴自称 石头重 杀土城 愚望人的恼怒 比这两样更重 愤怒为残忍 怒气为狂难 唯有极度 谁能敌得住呢 当面的责备 强如背地的爱情 朋友家的伤痕 出于忠诚 仇敌连连轻嘴 却是多余 人吃饱了 厌恶风黄的蜜 人饥饿了 一切苦物都绝甘甜 人离本处漂流 好向雀鸟 好向雀鸟离窝游飞 高油与香料 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的劝叫 也是如此甘美 你的朋友 和护亲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你招难的日子 不要上弟兄的家去 相近的灵舍 强如远方的弟兄 我儿 你要做智慧人 好叫我的心欢喜 使我可以回答 那击窍我的人 通达人见祸常躲 愚蒙人前往受害 谁为僧人做宝 就拿谁的衣服 谁为外女做宝 谁就承担 清晨起来 大声给朋友祝福的 就算是咒诅他 大雨之日 年年低落 和争吵的护人一样 想拦阻他的 便是拦阻风 也是右手抓油 铁磨铁 磨出任来 朋友相感 也是如此 看守无花果树的 必吃树上的果子 敬奉主人的 必得尊荣 水中照脸 彼此相符 人与人心也相对 阴间和灭亡 永不满足 人的眼目也是如此 顶为炼银 如为炼金 人的称赞 也是炼人 你虽用 楚将愚望人 与打碎的麦子 一同倒在旧中 他的愚望 还是离不了他 你要详细知道 你羊群的景况 留心料理 你的流群 因为 知才不能拥有 冠冕 岂能存到万代 甘草割去 嫩草发现 山上的菜书 也被收敛 羊羔之毛 是为你做衣服 山羊 是为做田地的价值 并有 母山羊奶 够你吃 也够你的家眷吃 且够养你的婢女 诗篇 第127篇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你们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是枉然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儿女是耶和华所试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识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 好像永世手中的剑 剑带充满的人 便为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 和仇敌说话的时候 必不至于羞愧 必不至于羞愧 想要不至于羞愧 不至于羞愧 想要不到羞愧